曲目为之中必弯 养狼荡犬看家难 漠然卢磁黑不久 粉刷乌鸦白不鲜 蜜贱黄连终须苦 强摘瓜果不能甜 好事终须善人做 哪有凡人做神仙 各位朋友大家好 节目开头先给您来段定场诗 今儿这期节目 打算跟大伙聊聊那些带苦味的吃食 咱们说起来带苦味的吃食 肯定绕不开苦瓜 是吧 苦瓜南方又叫凉瓜 这两年喜欢吃的人越来越多 尤其是年轻人 讲究节食减肥 喝苦瓜汁 一根苦瓜占清碧绿 去了嘴搁在打碎机里边打浆打成汁 满满的密杯苦瓜汁 上的饭着绿沫 皱着眉闭着眼睛 捏着鼻子咕咚咕咚给他灌下去 好家伙这连脑门都能喝绿了 这快赶上灌辣椒水了 敢拿这招减肥的主 还说是真是有点毅力 要怎么说 人家有时候就得对自己狠一点 是吧 北方人原先其实不怎么吃苦瓜 您就拿老北京人来说吧 城里人多少可能还吃点 农村人直到现在也不怎么吃 连种苦瓜的都少 老十年间老北京人管苦瓜叫赖瓜 文言的说法叫赖葡萄 意思就是说苦瓜外头那层皮 咯咯哒哒 猛一看跟癞蛤蟆似的 又有点像葡萄 老北京人种苦瓜 纯就是为了看新鲜 好玩 夏天甭管是葡萄架 还是豆角架 撕过架 随便撒那么几个苦瓜籽 苦瓜的命剑容易养活 粘土就发芽 发芽以后往上面爬 开小房块 滴里嘟噜的就开始接苦瓜 苦瓜呢跟石料差不多 熟透了以后 外边的一层皮发黄 就炸开了 翻着鲜红鲜红的籽 您站在院里边豆角架 撕过架底下 抬头一看 脑壳顶上一大片绿里边 哎 坠着这么几点红 觉得还挺漂亮 挺好玩 古玩瓷器里边有种碗 叫赖瓜碗 赖瓜碗上头画的图案 就是这种当玩意儿看的苦瓜 北京市面上开始有人卖苦瓜 大概也就是九十年代以后 老百姓把这苦瓜买回去 多数都是做那个糖醋尖椒苦瓜 苦瓜竖着切成两半 然而掏干净了 再切成那个小薄片 苦瓜片不能直接炒 先得拿开水焯一遍 为的是断断生去去苦味 特别怕吃苦瓜的人 苦瓜片超过一遍以后 还得放在凉水盆里再泡半天 老北京话讲 叫拔一下 为的是再多去去苦瓜的那苦味 最后炒的时候重油 重盐 多搁酱油 多搁醋 多搁白糖 能吃辣的人呢 还可以再多搁点辣椒 为的是拿这味儿 折那苦瓜的味儿 这十年来 北方喜欢吃苦瓜的人 那是越来越多 苦瓜的做法呢 也越来越简单 有的朋友吃苦瓜 干脆就不炒了 焯完水以后搁点盐 香油醋什么的 就凉拌 还有的朋友就更猛 整个的苦瓜 人都不掏啊 直接蘸酱吃 当黄瓜那么吃 人家特意吃的就是这苦味 他们说能去火 反正苦瓜甭管怎么吃啊 在北方好像还没有说跟肉一块炒的 一般都是素质吃 北方人可能觉得这苦味儿啊 要是跟大鱼大肉掺和的一块 吃的别扭 你就拿我小时候帮家里干活 收拾鱼来说吧 开堂的时候 大人肯定得嘱咐一句 留神啊 别把那苦胆扣破了 要不然没法吃了 那大人这么紧着嘱咐 小孩要是没留神 还真就有把那苦胆扣破了的时候 弄的鱼腔子里边全是绿蛋 那苦胆扣破了 也有解决办法 什么办法呢 这炖鱼的时候多搁点白糖 多搁点醋 喂的也是褶那苦胆的那苦味 你就是饶着这么着 这条鱼做出来 吃到嘴里还是觉得别扭 怎么吃都能吃出那个苦味的那厚味来 1999年有一部电视剧挺火 叫突出重围 这部戏里边杜宇璐老师演的那位老将军 特别爱吃苦瓜烧肉 吃的时候还得多放胡椒面 做这集节目以前 我特意上网查了查 这杜宇璐老师是辽宁铁岭人 上学在齐齐哈尔 工作以后一直住在哈尔滨 铁岭齐齐哈尔 哈尔滨这仨地方应该都没有吃苦瓜的风俗 当地的朋友 您要是了解情况 您也留留言 咱普及普及 让我也长长见识 苦瓜 咱们要说它的原产地在东南亚那边 大概是北宋年间传到中国南方 东南亚野生的苦瓜个儿不大 最大也就能长得乒乓球那么大 跟荔枝差不多 所以南方人管这种东西又叫锦荔枝 也有叫金灵子的 苦瓜最早传到中国以后 跟荔枝一样都算是水果 这有朋友就问了 这玩意儿苦了吧唧的 能当水果吃 回头您可以试试 再去市场买苦瓜的时候 特意挑那种长老了的苦瓜 咱们现在吃的苦瓜 都是趁没长熟的时候赶紧摘下来 就为了吃那苦味 没长熟的苦瓜 苦瓜是为了防止动物把它吃了 种子还没熟呢 你想想怎么传统接代 是吧 但是长老了的苦瓜 刚才咱们说的里边的然和籽是红的 带点酸甜味 这个时候动物也爱吃了 吃完了还能烧的时候 把种子帮着传播出去 这宋朝那会儿把苦瓜当水果吃 吃的就是里边这个砸和那籽 外皮不要 这跟现在正好反着 还那电视剧 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边 有这么个桥段 石光荣他儿子石林 遭改农村人 说人家吃香蕉 不如到包皮 直接上嘴就咬 差不多的这种事 宋朝那会儿还真就出现过 四弟仁宗年间啊 也就是八仙王扣老兴 杨家将他们 跟北国辽邦打仗的时候 有个叫陈姚左的人 这哥们老家是四川浪中的 打小就是学习尖子 后来中进士了 古代有句话叫母以子贵 儿子中进士了 母亲的地位跟着也就上去了 怎么上去了 当告命夫人了 老太太当了告命夫人以后 跟着儿子去东京汴梁上班了 四弟仁宗他们家呢 也有一老太太 哪位呢 就是狸猫换太子 那故事里边 祸害李晨飞的那位叫刘娘娘 刘太后的原型 老太太 您都知道哈 平常最主要的那个爱好 就是老姐妹凑一块 是吧 东家长 西家短 撒蛤蟆两只眼 是吧 嘚啵嘚啵的聊呗 刘太后呢 也这爱好 得空就把手底下 这帮告命老太太 都招呼到宫里边 扯闲班啊 聊大天啊 话说有这么一天 刘老太太 把这陈老太太 交到宫里头去了 老太太聊天 全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事啊 像是哪个菜市场 土豆便宜啊 哪个超市鸡蛋新鲜 儿子怎么有本事 媳妇怎么不好对付 说来说去 反正就这么一套 是吧 多会儿呢 也不可能说 俩老太太搬上小板凳 坐马路边聊国际形势 啊 这纳斯达克指数 怎么还不往上涨啊 你说老姐姐 原子弹里边到底放多少火药 留多长的鸟啊 咱们怎么能把他鼓子响了 您说说 您给我聊 没有这事 是吧 那么这刘老太太和陈老太太聊天 玩的也是这路数 聊来聊去 用现在的话讲 就开始晒娃了 刘老太太告诉陈老太太说 呦大妹子 您知道吗 你家那小子眼下出息了 怎么就说周围那些 小国的那国王啊 全听他的 都扶着呢 这不前两天吧 南边 我忘了叫什么国来了 反正那的人长得都黑不溜秋的 还不爱穿衣裳 老光上膀子 就那小国的那国王 好千里地 特意派人给送了点稀罕玩意儿 叫什么锦丽之啊 您说这这大老远的啊 这这图什么许的呢 陈老太太听聊老太太这么一说 你得捧啊 要不捧两句耽误交情啊 这一来二去 把刘老太太捧高兴了 当场下旨 让这小太监 快去跑去一扇房 麻烈的 给我这老姐们 拿俩锦丽支过来尝尝 小太监小跑的呀 把两根苦瓜端上来了 陈老太太甭说吃了 见都没见过呀 太后赏的 这叫御赐的东西 您也不能说我不吃 是吧 那要是流罗锅的话 这事倒也好办了 跪也磕个头 山护一声谢主隆恩 直接把俩苦瓜接过去 回家 供的祖先堂上 供起来这不就完了吗 这叫光宗耀祖 显阅门庭 黄恩浩荡 御赐的苦瓜呀 是吧 陈老太太这人 推实在 也没这么多心眼 抄起一根苦瓜来 连皮带子 康昌康昌 就一口下去 这一口下去 好家伙 舌头根都木了 苦的都发麻了 那也不含糊 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坚持着 愣是把两根苦瓜 全给塞进去了 老太后 刘老太太 那是太后啊 有身权有涵养啊 明知的老姐们露怯了 也得绷着劲 肚子里头啊 康吃康吃 脸上连个乐纹都没有 周围看热的那些娘娘们 再就是太监宫女 她没那么些深沉呢 当场就喷了 笑场了 笑完了场 互相还得传闲话呢 甩链子呢 这老太太 这也得涂老帽 没见过世面 陈老太太 虽说没见过苦瓜 露怯了 那么到底 是大户人家出身的小姐 是吧 知书达理 也挺有涵养 胃里边反着苦水 脸上那跟没事人似的 说了这么一句 打算给自己转转面子 哎呦呦 老姐姐 您别见怪啊 我们这么吃苦瓜 那可是有底蕴 有传承 这里头有文化内涵 你们不知道 刘太后听她这么一说 八卦劲也上来了 赶紧盯着问了一句 你怎么个内涵法啊 哎 只见这陈老太太啊 不紧不慢 抬起头 拢了拢头发 啊 咳嗽的 咪声清清嗓子 喝 端起茶杯来 喝两口茶水 润润嗓子 烧的手也算数入口 是吧 太苦了 这关子卖够了 这才慢慢悠悠的 说了这么套话 大概意思就是说 陈老太太年轻的时候 跟他们家老头结婚以后 老没孩子 老没孩子怎么办 那就 拴娃娃 两口见天庙里烧香 拴娃娃 拴来拴去 给老娘娘都拴烦了 老娘娘为什么烦呢 你们两口的老没孩子 见天上我这烧香拴娃娃来 横得都住庙里了 那不等于告诉别人说 我这技术不高 手艺不灵吗 老这么着的话 你这坏我名声啊 哎 话说 有这么一天夜里头 陈老太太躺康睡觉 睡着睡着 梦见老娘娘来了 老娘娘手里拿着根苦瓜 跟他说赶紧趁心吃了吧 连瓶吃 吃完就有孩子了 咱可说好了 苦瓜给你吃 后边就甭老往我庙里溜达拉 老娘娘大概也是怕一根苦瓜 药效不够 不牢口 索性来了个双保险 哎 这件事没过两天 给陈老太太拖了个梦 又给他吃了一根 这两根苦瓜吃下去 您猜怎么着 连着生了俩大胖小子 老大就是后来考上进士这位 俗话说啊 话是拦路虎 衣服是身人的毛 陈老太太嘴里这小火车 好家呜呜呜这么一跑 那太宁宫女还在其次 看热闹娘娘们连带刘太后 当场就给啃蒙了 陈老太太话音落地 这帮人仰着头瞪着眼张着嘴 干爸爸出不来事啊 足有一顿饭的功夫 怎么回事呢 这四帝人宗吧 您甭看老婆挺多 到现在都没孩子 刘太后想孙子呀 想的两眼都冒火了 您想想陈老太这套话 他能不往心里去吗 旁边的娘娘们呢 都人尖子里边的人尖子呀 太后这点心思能看不出来吗 积极主动啊 那就不用领导发话 当天晚上就跟御膳房的 厨子们打招呼了 今晚上啊 本宫什么都不吃了 就吃苦瓜 连瓶啊 一定得连瓶给我送来 转过天来 四帝人宗吃完了早点 跟后宫一溜达 好嘛 后宫的女眷啊 除了他们家老太太 连娘的带宫女 容膜们这岁数的都算上了 个顶个的 小脸都绿扑扑的 好 没少吃啊 这一看 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这句话 您都知道吧 哑巴吃黄连这说法 最早在南宋那会儿 杭州陵尹寺 有位得道的高僧 普济禅师说的 普济禅师写了套佛礼的书 叫五元灯会 五元灯会里边有这么句话 说是 哑子吃苦瓜 有苦难说 古龙先生写的武侠小说 叫陆小凤 那里边有位得道高僧 叫苦瓜和尚 苦瓜和尚 俗家姓朱 叫朱若吉 是明朝皇上的后裔 大小长在桂林那边 喜欢吃苦瓜 出家以后 干脆给自己起了个外号 叫苦瓜和尚 苦瓜和尚 还有个笔名 喜欢玩这个古玩字画的朋友 肯定知道 叫石掏 现在您去广西那边 广西客家人爱吃酿菜 什么叫酿菜呢 就是各种菜中间掏空了 塞人肉馅 广西最有名的十八道酿菜 咱们老北京有叫让菜的 合起来叫十八让 十八让里边有一道就是让苦瓜 让苦瓜就是把整个的苦瓜 切成一段一段的 让人掏干净了 塞上掺了各种配料的肉馅 苦瓜段塞上肉馅以后 下油锅稍微煎这么一下 为的是让这肉馅定定型 不至于露出来 定过型的这苦瓜段 可以装盘上锅 蒸着吃 也可以按炸茄盒的路数来 配上酱油蒜末什么的 红烧着吃 广东 江门 那是全国产苦瓜最有名的地方 北方市面上卖的苦瓜都是长的 跟黄瓜差不多 江门产的苦瓜呢 圆的 牛心型的 这种苦瓜学名叫杜软凉瓜 广东人管苦瓜不叫苦瓜 叫凉瓜 广东潮汕老百姓吃凉瓜的法子 跟电视剧突出重围说的苦瓜烧肉 可能还真有点像 潮汕地区有种特产的咸菜 是拿这个芥菜腌的 潮汕人吃的芥菜啊 是一种叶菜 不是老北京人说的那个芥菜疙瘩 大概跟宝丁人说的那春不老 四川酸菜与里边那个酸菜都是差不多的东西 芥菜 潮汕那边就叫大菜 每年秋天农村的那个农民呢 把这芥菜从地里边收上来 先得包 外头那层老叶都不要 就要最里边特别紧实的那个嫩菜心 菜心包出来以后 必须放在太阳底下晒 晒几天让它走走水去 菜心晒粘乎了以后 再给它码到缸里头 码一层菜心 撒一层盐 菜心让盐这么一杀 慢慢的就该出汤了 三四天以后 菜心的汤出的差不多了 再熬一大锅米汤 晾凉了以后倒在缸里边 让汤没过了菜心啊 然后盖紧了盖 连腌带发酵 腌得了的那芥菜呢 金黄色的 又咸又酸 特别开胃 这种潮汕咸菜切成丝以后啊 配上什么排骨块啊 苦瓜块啊 再来一把水发的黄豆 搁到砂锅里头 咕着半个钟头 淋出锅的时候 稍微撒点鸡精提味 哎 这就是潮汕人爱喝的那个 咸菜苦瓜汤 有朋友就问了 这咸菜苦瓜汤 喝到嘴里的苦不苦啊 我只能这么跟您说啊 可能 不是特别苦 为什么说可能不是特别苦呢 一个是潮汕人熬汤用的苦瓜呀 本身就处理过 下锅以前先得拿开水焯 焯完水以后还得下油锅煸一煸 再一个呢 就是说 苦瓜在中国古代又叫君子菜 君子菜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苦瓜跟别的菜一起炒的时候啊 不多味 不会把那苦味传给别的菜 能成人之美 那么刚才 咱们聊陈老太太吃苦瓜的时候 顺嘴说了一句 离猫换太子啊 我大小喜欢猫 现在养猫 有专用的猫粮猫罐头 是吧 喂的也挺方便 猫吃的也挺健康 那么说以前养猫 没有这条件 只能是人吃什么 猫就跟着吃什么 老北京有种走街串巷 卖汉民熟食小买卖 叫背红柜子的 这以前咱们说过 是吧 又叫卖熏鱼的 那么这背红柜子的 身上背的这木头柜子里边 除了这个猪头肉 酱猪蹄 这些给人吃的熟食 多少还得带点 熏苦肠 什么叫熏苦肠呢 这苦肠指的就是 猪小肠的那个下半筋 猪跟人一样 肚子里有个胆 胆您都知道 能往外冒胆汁 胆汁顺着胆管 留在肠子里边 能帮着消化各种油腻大的 胆固唇膏的东西 这胆管在小肠上有一开口 猪小肠 从这胆管开口往下 直到盲肠 这段肠子 成天老跟胆汁里边泡着 就跟那苦胆破了那鱼一样 那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多少都得带点苦味 就这节带苦味的肠子 就叫苦肠 按老北京的规矩 这苦肠 人一般不吃 甭管是做卤煮 还是做炒干都不成 但是不吃归不吃 这东西再怎么说 它也是肉 那不能随随便便就给扔了 做熟食的铺子 就把这截肠子单切下来 也按人吃的路数 搁在锅里的给它煮熟了 再拿烟熏一下 熏好了以后 把苦肠切成一截一截的 然后几截苦肠算一把 拿其中一截肠子当绳子 把这几截苦肠捆起来 捆成一把一把的 批发给背红柜子的 背红柜子走街串巷 柜子里边装着别的熟食 也装着这一把一把的这苦肠 论板卖 那么家里边稍微有点底的 日子过得不错的人家 用现代的话讲 中产阶层 就可以把这个熏苦肠买回去 当猫食 要家里边条件再好点 还可以再买点那个熏猪蹄 猪肝什么的 反正都是便宜猪下水嘛 这些东西买回去 切碎了 拌的米饭里边 喂这个猫 喂这狗 猫狗还都特别爱吃 老话讲啊 十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俗 老北京喂猫用苦肠 拿的山东青岛那边 那就是下酒小餐 哎呦 这事不是我瞎说啊 青岛有个地方 叫附加布 做苦肠特别有名 青岛您都知道 晚清那会儿 好多德国人都跟那地方待着 德国人爱吃香肠啊 香肠外头那层肠衣 一般用的都是猪肠子 做香肠 保不齐就有没留神 把肠衣弄破了的时候 再就是苦肠那段洋人不吃 做香肠的时候呢 直接就给切下来了 这些做香肠的下酒料 好歹也是肉啊 那么社会最底层的穷人 花不了俩钱 买回去煮熟了 也能解解馋 附加布的旁边 正好是青岛的那个肠衣厂 下酒料有的是 当地老百姓守着这厂子 天长日久 就发明了一种青岛的名小吃 叫附加布苦肠 附加布苦肠 跟老北京炉猪火热 那肠子做法不一样 纯就是白水煮 什么锅里都不搁 连盐都不放 猪肠子下到锅里煮 煮的八分熟的时候捞出来 使劲拿清水洗 肠子洗干净了以后 得给它来回绕 捆起来 捆成一个大圆柱似的东西 捆这道工序 特别考验手艺 苦肠最后好不好吃 关键就得看捆的怎么样 捆成一大圆柱似的 这苦肠重新扔到锅里煮 煮熟了为止 肠子 其实肠子最好吃 最勾人的地方 一个是那点脏气味 再一个就是那种 特别有嚼劲的那口感 煮熟了的这苦肠 一个大圆柱 放到案板上 切成薄片 拿起一片来 对着阳光一看 那大肠子绕小肠子 粗肠子套细肠子 肠子跟肠子互相都打着筋 较着劲 就这种肠子 最地道的青岛吃法 是蘸着咸蒜泥吃 加起一片肠子 蘸点蒜泥 搁到嘴里 您就嚼去吧 跟吃泡泡糖一样 越嚼越香 吸咱们这滋味 肠子里边那个香啊 多少还带点苦味 按老青岛人的说法 夏天就着冰镇的青岛啤酒 吃苦肠 能排毒 还能去火 湖南那边 有种跟苦肠差不多的吃食 名字叫捆鸡 捆鸡用的就不光是猪苦肠了 讲究的是猪肠子 鸡肠子 鸭肠子 三种肠子捆在一块 也是捆成一个大圆柱 肠子捆在这大圆柱 煮熟了以后 晾凉了 也是切成片 一片一片的 吃的时候 浇上湖南口味的红油 拌着吃 今儿聊的全是带苦味的 吃是啊 老有听众朋友反应 说 签到老听着 费钱 还耽误减肥 你这听完了以后 管不住嘴 老惦记买点东西吃 今儿咱这期节目啊 临到最后 我就帮您减减肥 怎么个帮方呢 还是 我再给您续个故事 什么故事呢 春秋那会儿啊 有个月王勾剑 我心尝胆这点 您都知道 是吧 月王勾剑 是吧 卧薪尝胆 以前 让这个吴王复差啊 给扣到吴国了 那是 有国难投 有家 也回不去 勾剑 每天跟吴国待着 那吴鸡六寿啊 实在急得没辙没辙的时候 手底有位大臣 叫范黎 就是后来跟西施 结婚的那个西施大姐夫 这哥们 出了这么一主意 说您得 这么着 这么着 然后呢 您再 那么着 那么着 那有朋友说 具体都那么着呀 那几天 偏赶上 吴王夫差呀 闹了点小毛病 甚至觉得不合适 话说 有这么一天早晨 夫差 睡醒了 上堂卫生间 方便了方便 方便完以后呢 手下的人拎着马桶往外走 那勾剑呢 跟夫差他们家门口贼的呢 啊 这都贼好几天了 等着 就是这时候 看见马桶拎出来 当时就往地上一跪 汤汤汤 连着磕了三个响头 跟人家说了一句 兄弟 赶紧 趁热 给哥来一口 拎马桶那位一看 这人有病啊 是怎么着 刚开始没搭理他 没成想 勾剑还叫上劲了 抱着人家大腿不让走啊 那哥们一堵气 就把马桶往地上一蹲 得 来吧 你愿意来一口 那就来一口呗 是吧 我跟你说啊 今儿你不来一口都不成 我这看着你呢 您再看勾剑 嘿 乐不尽的从地上爬起来了 把那马桶盖打开 跟衣服上擦了 伸手从桶里捏出一块 热热乎乎 我就不往下说了啊 这已经够减肥的了 然后呢 您自己就脑补去吧 此处马赛克 省去3682个字 这不知道怎么算的 省完这字以后 咱们就说 勾剑 缩了缩了 手指头咋咋咋咋咋味 说了这么一句 嗯 不错 背道好极了 这玩意儿呢 最地道的味儿 就应该是 苦里边 稍微带点酸口 大王这个味儿 对了 哎 味儿对了 说明您 身体什么问题 都没有 啊 这个 您这病 眼瞧着就要好了 这是大好事 值得庆祝 王福柴听说这事以后 很感动啊 啊 觉得这兄弟没挑了 用北京话讲 那叫瓷器啊 是吧 就这么心眼一活分 就把这月王勾剑给放了 就这么着 才有了后来的握心肠胆 正听签到的朋友啊 还打算减肥的朋友 您要是特别想吃东西 怎么都控制不住的时候 您就把这段再翻出来听听 啊 这来回自己 您也可以念叨几遍 最后 于谦在这 祝您好外口 啊 咱们下回 接着聊